大家好,我是阿楠 今天我们去探索一个山洞水源 就在前面 我们现在过去看一下 现在水位到哪里了 到底能不能搞瘾 山洞就在山脚在这里了 平时发洪水的时候 它冒起来很大的水 冲出来看一下 这些石头都变白了 我们走过去看一下 这里应该是附近的村民 他用石头围起来 应该是来打捞鱼的 因为里面有很多货 很多鱼跑出来 在这里水小的话 在这里拿个钞网在这里接住就行了 山洞在这里 我们现在进去看一下 哇,看一下在这里目测看到这个山洞非常的深了 但是现在下面已经没有水了 我们还是慢慢的走下去吧 看一下 这些石头被水冲得排花花的 现在目前没看到水 水应该还在里面 哇,这个山洞 上面这些中卵是非常的大 哇,走进山洞非常的凉快啊 好比这个空调一样 里面应该是有水了 水源应该在里面了 这边就开始湿一点 水的重力应该是非常的大 不然的话这么多的石头都变成白色的了 这里看着有这些脚印 应该有人走进来了 应该估计里面有鱼他进来看 不知道今天有没有好运气 看一下能碰到几条鱼就好了 所以里面的水果也是第一次来 不知道是不是通往地上河的 估计也是通往地上河的 哇,这边挂满了这些 应该是垃圾吧 还是什么东西 挂的还是非常整齐的 现在还没看到水源在哪里 继续往里面走 不知道什么情况 这里面是冒水起来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垃圾 那边有一个坑直接这样子直着下去 深的不见底 我也不敢走过去的 这个山洞的水源也不知道是往哪里通上来的 水是在里面冒起来的 就不知道为什么会挂满这么多东西 还有一些味道 现在我们就走出去了 看一下上面的这些 是一个大石头山上面 这些大石头山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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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麻烦了 还是走出去吧 还是走出去吧 看一下 这个是什么 又像石头 又像这个泥土一样 哇 又像是那些马蜂窝那种 看一下 像不像 它为什么会形成这样子 搞不懂 手一动 手一动它又可以缺掉了 非常的容易搞掉 是像石头 应该是中暖石吧 这个应该是在上面这里 掉落下来的 还没形成这个中暖石 应该是水的充力大一大了 然后它直接滑掉下来了 把它出去了 哇 这个山东 我进来就没看到水源在哪里 水源应该是太深了 那里是直接直得下去 就不敢走过去了 看一下 刚才进来都是没有注意 这里还有一个床在这里 哇 这里面为什么会有这些东西呢 啊 看一下 这里是一个 床垫来的 是弹簧的 奇了怪了 这里面不是在外面水流进来的 是在下面冒起来的 难道 这里面这个水源 是通往什么地方 这种东西都冒起来 或者是在别的地方 有深坑 然后水吸下来 然后从这里 还上来 所以这东西就跟着上来了 啊 探险了这么多个山洞 还是第一次看到 这山洞有这个床的 真是有一些奇怪的 好 走出去了吧 这里面 也没什么重感的发现 啊 探险山洞无数个 还是第一次看到 山洞有这个床垫的 难道这岸河下面会有人住吗 啊 这个我也搞不清楚了 大家 如果有知道的 可以评论一下 啊 现在回去了 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了 拜拜